字幕조 李宗盛 你有沒有檢查過你家的洗手台 可能沒有對不對 可是我要跟你們講 超過五年以上的房子你要常常檢查 十年以上的房子更要仔細檢查 這是我家的洗手台曾經 然後大概住到第八年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那段時間 休東休西超不順的 然後就是接二連三的維修 但我覺得還好有這些維修 讓我能夠躲過很多危難 什麼叫維修呢 就是看起來沒什麼 就是西草臺對不對 我一個人能夠多髒呢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 排水不太順 真的我就覺得 任身打掃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排水不太順 奇怪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是各種試 我試了很多什麼 小蘇打粉加什麼 加什麼醋酸啊 什麼這樣泡沫法啦 或是我去買那個一根長長去捅一捅 有沒有 都試過了 沒什麼太多效 可是有啦 當我把捅一捅 或是弄一弄啊 什麼通熱弄一弄 室有比較順一點點 一點點 但我覺得還是不太順 所以我就把底下那個角柱 它底下有個支撐柱 我把它拿開來 然後我就檢查一下 因為我實在很想要檢查 這個管子我想要重新換掉 受不了 因為整天排水都很慢 有點噁爛 底下的座拿開之後呢 我發現 先看這個 這是我那個洗手那個水 你看這個什麼排水 排水孔真的堵了一半 因為可能不知道什麼東西 油脂啦有沒有 什麼化妝品造型劑都有可能 牙膏都有可能黏在這邊 頭髮什麼的 所以它真的是堵住了 可是再拔掉才發現堵住 然後因為才發現裂開來 這是鎖在牆壁的那個膨脹螺絲 所以當年呢 幫我鎖螺絲的人鎖得很緊沒有問題 可是呢 我的瓷磚裂開來 是誰弄的 到處都裂開嗎 不確定 什麼時候裂呢 不知道 因為有可能會地震 但是呢 它用的膨脹螺絲是對的 所以當年的施工我相信不會有問題 因為這螺絲這麼的粗厚 真的是做得很好 然後 可是 裂開來了 我嚇死了 趕快去通告全部社區 請所有的住戶自己去檢查一下 你家的那個洗臉盆有沒有破掉 因為 我都破掉好過身體 你有可能會破掉 但是有可能是我用力不慎 我可能壞習慣 比如說 我都是這樣子刷牙 每天對著鏡子那邊 啊萬壇 好累 為什麼沒有收拾 什麼等等 有可能你有壓過這個 所以 建議你們 所有的洗手台都一樣 五年以上的房子 請去檢查 你的膨脹螺絲旁邊的牆壁有沒有裂開 如果你是大陸做台灣的品牌 因為現在很多台灣的瓷器商 在大陸做 你不要也在英哥 沒有 很多是在中國大陸 直接生產 整貨櫃直接進到台灣來 有很多台灣的品牌是大陸製造 所以你在買的時候要問清楚 是哪裡做的 如果你去坊間買那種 一兩千塊的洗手盆 大概都是大陸說的 因為大陸燒比較便宜 台灣燒沒有貴多少 但是就是比較貴 你知道 黑心建商省錢安裝 它就是隨便裝 該用膨脹螺絲 它是用一般的螺絲鎖進去 或甚至有一些 還真的只有套進去 然後用手轉轉轉就好 連螺絲 那種該定死在牆壁上的 都免了 所以有可能黑心建商省錢安裝 黑心建商有的是哪些呢 就是我跟你講不要買那些房子 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 地震 有可能是地震 因為地震一來搖搖搖搖 所有的東西都會搖 所以你墊在牆壁上的東西也會搖搖搖搖 都會搖 使用習慣不好 可能是我錯啦 所以我通令全社區趕快所有的住屋 就去檢查人家洗手盆 只要你是當初用建商的那一套 都要最好去檢查一下 回報人說有些人的確有些人烈了 可是有些人說他們家沒烈 所以有可能是使用習慣 也有可能是因為地震 總之我逃過一劫 不然你知道割到了就是一條命 洗手那段時間我真的超害怕 在我還沒有換掉洗手盆的那一段時間 大概一個禮拜吧 我用最貴的錢 馬上請了一個工人馬上幫我裝 一毛錢都沒有殺價 因為這個東西實在太恐怖 每天都要用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這 到目前為止你看到這個 等一下 節目結束 記得去檢查你家的洗手台 要從後面檢查 再給你看一次 這是後面接水管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鎖螺絲 主要是鎖螺絲的地方 因為我那時候兩顆螺絲 一顆沒什麼事 一顆裂開來了 然後後來他幫我換洗點盆的時候 他一拿下來整個碎掉 他螺絲才一卸就整個碎掉了 他很好裝 他很好拆卸 可是我 隔到我就死了 懂嗎 裂成這樣太恐怖了 但還好當年裝的是比較 後來我的工人講說 他當初裝的實在是比較仔細一點 他有那個墊片什麼的 所以暫時還可以撐一下 就是不會馬上掉下去 但是把螺絲拿掉它才掉下去的 所以如果你家超過五年 記得從後面檢查一下 鎖螺絲的地方有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之前就住在一個很小的套房裡面 但是我們一直很努力 想要趕快賺到錢擁有自己的房子 好不容易存到錢買 卻買貴了 其實四個月前才成交了一千萬的房子 轉手給我的時候已經到了一千五百萬 才短短四個月還就貴了五百萬耶 你知道那是我們幾年的薪水嗎 買賣房子不想被騙 請指明實價登錄完整記錄到門牌的房仲 永慶房屋宣示 為提供買方前一手成交價格 買貴保證最高退三百萬 先誠實再成交永慶房屋 最新影片都在好房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哦 打開小鈴鐺哦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